下面我们要介绍在近代物理在光谱学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光谱线 就是钠的D线,D-Lines 钠这个原子呢,它的电子的这个电子主态呢 是总共11个电子,1S2,2S2,2P6跟3S1 我们在这个普通化学里面呢,已经学过 这个11个电子呢,它会分布在这 从这个主量指数是1,2 这两个填满就已经10个电子了 最后一个电子是填在3S,N等于3,L等于0的这个轨域上面 这个是我们对钠的初步的认识,是这样子的 那么,如果我们把钠呢,去燃烧的话 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黄色的光 燃烧的时候发出黄色的光 那么,我们如果呢,去用这个日光 用日光 去看日光所发出来的这个光谱线的话 我们会看见,在很多明亮的可见光当中 有很多暗的条纹 这些暗的条纹呢,就是没有光落在这个 没有光落在这个波长上面,对不对 这些波长是特别的波长 这边的光不见了,对不对 其中,在590左右 这个波长是590奈米左右的,这里有发现了两条暗纹 那么,做这个光谱工作的科学家呢 就是Franhofer,非常早在1787年到1826年 他的这个时代呢,就已经做了这个实验了 得到这个D-Line,他称为这个波长是D-Line 也就是说,阳光当中 为什么会有一些黑色的条纹 这些条纹就是表示有光线 本来应该是这里有光的,但是不见了 不见的原因,当然就可能是被吸收掉了 OK 所以这就回到我们在前面所讲的 我们在光谱的研究里面有两种 一种是吸收光谱,一种是辐射光谱 这种就是所谓的吸收光谱 我们看到的光谱线是暗的 代表那个地方的光被吸收掉了,所以叫吸收光谱 换句话说,阳光发出来,从太阳发出来 本来应该是全部的波长都有 但是落在这个地方的波长,刚好被 钠原子 把钠原子 从基态激发到 呃,激发态 这个时候把这个部分的光给吸收掉了 所以就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地球 被我们所观测到 所以就失去了这个 相对的呢,如果我拿钠原子来燃烧的话 别的波长全部没有,就只有黄色的光跑出来 这个就是辐射光谱 所以我们再一次的强调 我们在看光谱的时候 有吸收光谱跟辐射光谱 这两种 那我们现在来针对那 为什么会有这种光谱线 为什么会有两条呢 对这个问题 做的非常重要贡献的科学家 是Veman Veman 他仔细地研究的这两条 两条 光谱线 这两条光谱线的波长 被测出来 而且他还把这个 钠原子要辐射出的 这个 状态呢 把钠去加在磁场当中 然后让它 发光的时候 发现在磁场当中 它所发出来的光呢 不是只有两条了 而变成了六条 这边有四条 这边有六条 这边有四条 变成了四条光谱线 总共有十条光谱线 六条加四条 总共十条光谱线 这是Zeman所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 这是它的原始的光谱线的照片 那么对于 这个光谱线的解释呢 我们发现呢 没有办法用简单的 轻原子 波尔的轻原子模型 来解释 或简单的这个 我们现在所学到的 只有N、L、M 三个量子数 描述三个空间 XYZ 或者Rθ5 所用的三个量子数 是不够的 没有办法来描述 为什么 为什么 会有两条光谱线 在没有磁场的时候 就有两条 为什么加了磁场之后 有十条光谱线 要解释 这样的一个实验的结果 我们发现 必须要用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电子 本身 具有一个内在的自由度 叫做自旋的自由度 这个自旋的自由度 跟电子在绕原子核 进行轨道运动的自由度 会偶合起来 这两个自由度偶合起来 一起对 这个 产生了一些持作用的一些效应 这种效应 我们称为 LS Coupling 角动量跟自旋 都是一种角动量 它们偶合在一起 所呈现出来的一个交互作用 会造成 NAR的光谱线 在没有磁场下 从原本的3P到3S 本来只有一个能接尖的要迁 一对能接尖的要迁 只有一条光谱线 而裂分成两个光谱线 两个光谱线之间的 锅长距离是这个 也可以被计算出来 这个距离对应到 这个Spin 自旋跟轨道 偶合的能量的尺度 就展现在这个波长上面 那么放在磁场当中 当然 Zman effect 我们之前所探讨的Zman effect 就是 加在磁场当中 L等于1的 会列分成三条 三条线 是由ML所决定的 对于现在 我们所探讨的 这个NAR呢 我们发现 它是在这个 3S跟3P 所以L也是等于1 但是L等于1 在这里呢 就列分出两条 为什么有两条呢 因为我们现在呢 要用到 Spin Orbit Coupling 那这个Spin Orbit Coupling 会给我们一个新的 量子数 角动量量子数 包括自旋 角动量 跟轨道 角动量 加起来的一个 总角动量 J 同样的J 在Z轴的 投影的分量 角动量的Z轴 投影的分量 我们叫MJ MJ 一样会列分出 这些不同的 线条出来 都出不同的 人接出来 这边有不同的 人接 在考虑这些人接间的 要签 当然也要伴随着 我们所知道的 选择定律的话 你就可以来解释 为什么有这4条 又为什么有这6条 总共有10条的D lines For sodium OK 这就是我们下面的重点 而在这里面 所有的 讨论里面的一个核心 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我们原本只有N,L,M 现在又多一个S 代表自旋的 角动量 搞进来了 这是我们下面的重点 当然 同样的这个概念 自旋的这个概念 也解释了 在1921年 就已经做出来的一个 实验 Stangelet 他们的实验 为什么只有列分出两条 而不是基数条 至少 也要是三条 L等于1的话 是2乘1加1是三条 为什么是两条 再不然 L等于2也应该是五条 结果实验做出来 银原子只列分出两条出来 这个结果都显现出 少于三条 只有两条 对应到 我的角动量的量子数 只有2分之1 2乘2分之1加1 等于2 所以有一个 内在的 电子内在的一个 角动量 我们称为自旋的角动量 都展现在 Stangelet 实验当中 也出现在 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Nard D-Line 里面 Nard D-Line 本来 只有一条的 现在变成2条 甚至于放在磁场中 还变成了10条 这样的一些光谱线的 解释的原因 就要用到 电子自旋的概念 然后再把电子自旋 跟轨道的角动量 轨道的自由度 合在一起之后 就可以解释所有的结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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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